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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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里是星都中文电台对话韩人节目 我是韩人 先做一个更正 上星期我讲到 武则天在神龙革命中被逼退位 一时口快未经大脑说是在长安 错的应该是在洛阳才是对 不好意思特此更正 好 言归正传 大件事 巴勒斯坦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之一哈尼亚 出席完伊朗新总统佩泽希齐阳的就职典礼之后 在德克兰住处被人暗杀 哈马斯立即入以色列数 而以色列既不承认亦不否认 就是一句不评论等同默认 两日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大概率就是以色列做的 虽然他们有动机有能力也有传统做这样的事 只不过这样做未必对他们有利 甚至恰恰相反会带来他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近中东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巴勒斯坦14个派别在北京的滑船下和解 签了北京宣言 这个文件有些似似在中国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 各共取得共识联合抗日的双十二协定 北京宣言在字面上最重要的内容 是确立了法塔克在建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大家都知道法塔克主张靠西方良心发言 说服以色列同意给巴勒斯坦立国 总统阿巴斯得不配为 这么多年一事无成反而失去更多国土 那为什么北京还要给他做头呢 跟西安事变之后 中共承认蒋家石领导抗日地位一模一样 就是国难当头全国团结是最重要的 就在巴斯尔建国领袖自居顾叛自雄的时候 你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暗杀了旗下的主战派领袖哈利亚 你说他还能不能够向他的国民继续宣扬和平建国的主张 对伊朗来说也是一样 新总统佩扎希齐阳较为亲西方的 他刚刚宣誓就职 你就从他的地头弄一件东西出来 是不是刮他一把认的呢 要知道他在伊朗不是很大 上面有一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身边有一支和他离心离得的军队苦视担担 分分钟都有被人拉下台的危险 你又叫他怎么跟国内的反西方势力交代 如果巴斯和佩扎希齐阳都因为哈利亚被暗杀这件事 改变了他们原先亲西方的立场 对以色列和最支持他的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 日本人在佔领中国东北之后 准备进军华德 中国的国民政府采取虚准政政策 和日军签订了唐沽协定和河梅协定 为求停战放软手脚 幸好西安事变爆发 促成国共合作团结御母 才有最后的抗战胜利 如果今天暗杀哈利亚的是以色列 那无疑于他们亲手制造了一个中东版的西安事变 将两个潜在的盟友逼成自己的敌人 这几天中东局势有些改变 以色列和黎巴亚真主党在哥兰高地的战争升级 以色列安全内阁授权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一方面 美国带头阻止以色列攻击黎巴亚首都贝鲁特 另一方面 以色列的右翼民众冲入军事基地 抗议九名以军士兵 因为涉嫌虐待一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 而受到调查和军方发生冲突 令到以色列政府左右围围 以色列空袭也门的河台达 但是似乎未能打破胡塞武装对红海继续封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威胁说 可能派兵进入以色列 现在以色列周边风烟四起 带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在这个时候发生哈尼亚被杀事件 对以色列人说 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好 下个话题 英国工党政府上台没几天 就秋后算账 说保守党为争取支持冲突围围 留下200亿磅的大洞 搞到政府就要破产 保守党不认 反指是工党说谎 目的不过是来找个加税的理由 最新的消息是 工党政府的财相里夫斯 公布了一系列极其艰难的决定 包括削减给养老金领取者的15亿磅冬季燃料补贴 削减道路和医院修建计划等等 同时为秋季加税铺平道路 其实区区200亿磅 围到美元260亿都不够 英国的紳士淑女 用不用那么怒气 美国的国债刚刚才超过了35万亿 只是利息一年都要将近9千亿 超过了军费 而华府怕都没怕过 英国工党政府如果减福利和基建经费 会伤害那些支持者的利益 下次选举你就知道你未到 这个方法很笨 现在的现代化国家 谁不是负债运行的呢 英国政府没钱 就学一下美国 印又得 借又得 加税又得 再不是还有两条路 我担保你马上还财就手 国库水浸 第一条是 发动革命 推翻黄室 将黄室财产充公 英国黄室是出了名搭水的 不要说白金汉宫温沙宝之旅的房地产物业 只是皇冠上面的那些金珠宝石 拍卖所得就已经够你工党有时间吃了 第二条是 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打包 卖给北京故宫博物园 这些东西等在那里 不过就只有看字 又不吃得又不穿得 反正都是在中国抢回来的 卖了它 无碍事干净盲 就当是发了个梦 开港友说 乱世黄金 乘世古董应该值些钱 英国有了这笔钱 不单只可以填得平前任留下的那个洞 甚至会有多少剩 救得到国家不用破产 是伟大工业来的 人穷致短 马寿无长 没饭开就要卖当借 卖放在第一位 那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 或者是比较划算的 有时候不是你有东西卖 就可以随便卖得出的 你要找到合适的买家 比如 就算大英帝国现在想把福克兰群岛 卖给阿根廷 阿根廷有这么多钱买吗 但是卖股东给中国就不同了 现在中国大把钱 外汇储处备三万亿美元 几百亿美元 湿碎 它还价也会疏爽一点 更加重要的是 你如果现在不卖 苏州过后没有艇达 等到中国有足够的角力报复 要你无上归还 那你就一个先都拿不到 你便以为没有那天 以前你都以为香港是会永远属于你的 当然了 别说我不提醒你 私自买卖这些抢回来的古董 现在是犯法的 英国政府必须找一帮资深御用大律师 想办法来規备法律风险才好卖 是不是被人搞到告上国际法庭 当年英国为什么不愿万里去中国抢钱 是因为经过工业革命 国家工业能力强 船尖炮尼而已 二百连一个轮回 今天反过来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是美国的一倍 大约是G7国家的总和 攻守势役 如果英国政府不趁着 现在还有少少机会好好利用 将来有朝一日鸡飞蛋打 渣都没得正 那就贿之万矣 是不是 那是